宋词 四之三 刘勇与雨淋淋 主讲老师 南湖高中黄建伦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宋词的第三支影片 是关于刘勇和雨淋淋这却词 这支影片有两项学习重点 首先要带大家了解刘勇的生平 其次要来了解雨淋淋这却词的内容及赏息 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刘勇的小档案 刘勇名三变 所以又叫做柳三变 自其轻后改名勇 因为排行老七 人家称他柳七 刘勇青年时期生活放浪 以写厌词之名 举进世时遭赤处 因此相当漂泊失忆 后来在人中锦幼元年登地 为屯田原外郎 因此事称柳屯田 刘勇出生在试换家庭 但到了精神考试却落榜 内心相当不好受 于是借由词表达出对自己才华的自信 更呈现出了性德上叛逆的一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却贺冲天 刘勇一开始就直接表达 黄金榜上偶师龙头望 他用偶表示自己未上榜是不经意的 词中的何须论德桑 才子词人 自是白衣倾向 更认为自己本是才子家人 才华出众 虽然未获公民 也会像倾向一样尊贵 词的最后 且任依红以翠 风流士平声唱 青春都一赏 仍把浮名换了浅浊低唱 这里的依红以翠 指的是亲近女性 她认为青春短暂意识 应该享受风流的生活 预期求取公民 不如浅浊低唱 整确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 自己要过怡红翠 浅浊低唱的生活 对公民表现出冷淡 狂傲的态度 显现出她叛逆的个性 接着我们来看刘勇的文学特点 刘勇呢 经小音律 能自读新曲 受到民间歌曲的影响 大量创作漫词 让颂词呢 开创全新的风貌 刘勇词的内容 多写男女恋情 与积虑行义之作 刘勇起初 抱持着当官的理想 可是 一路到了中年 才近视极地 一生幻途不顺 而且私下喜好流连于红楼中 寻欢作乐 因此呢 刘勇早期有许多描写 轻柔情势的作品《慈风迎迷》 到了中年 历尽沧桑 理想难求 且抛家别离 浪迹天涯 他面对情人死别 官场诗意等等的遭遇 使后期的慈风 转为凄凉感伤 刘勇将这些行律在外 四处流浪的感伤情怀 写为词章 成为许多写 积虑行义的名篇 在词的风格上 刘勇词的特色 善于扑絮 以白描见长 语言深切自然 风格委婉 且流步相当广 因此呢 有一句话说着 凡有井水饮处 即能歌流词 就是在说明这样子的现象 宇林林这却词选字乐章集 宇林林三个字是词排名 这却词呢 为席别之作 是刘勇离开汴京时 与一位情人席别的作品 这却词书写离情别意 情景交融 用于浅而情味浓 相当哀婉动人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内容 这点出了季节为秋天 藉由秋禅的鸣叫声 带出离别时妻妾的氛围 接着长亭 晚及奏语初歇 分别点出地点 时间及天气状况 这三句为本确词故事发生的背景 且遇离别之情与景 酝酿离别的情绪氛围 接着都门障隐无序 方流恋处 兰州催发 他在京城外设帐 准备宴席为我送别 但我却无序 什么是无序 就是没有心情畅饮的意思 正当我想多逗留一阵子 那青州上船夫已催促着我出发了 两人难分难舍 别情深重 因为留恋及催发 使得作者面对酒言 却心情不佳 那因为刚才提到兰州催发 所以指手相看泪眼 静无与宁业 这里的握手泪眼哽咽 细致地表现出 面对离别当口 人们自然表现的行为 这一段所描写的分离之境 虽然不具独特性 也无含蓄的比调 却具有高度的普遍性 相当深刻 是一种自然的深情流露 这也呼应了前面提到的 凡有井水隐处 必能割流词的特点 接着 念去去 千里烟坡 木矮沉沉楚天阔 念去去 只想到一路走下去 越走越远 作者连用三个去声 表达成欲顿挫 却激昂不已的心情 接着描写远望之景 千里烟坡 木矮沉沉楚天阔 这里的木矮沉沉楚天阔 指的是南方辽阔的天空 笼罩在沉沉的木矮中 楚天指南方的天 而阔指的是辽阔的意思 上篇完整地交代送别之事 下篇我们要开始描写送别之情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哪看冷落青秋节 多情自古伤离别一句 将离情概括为自然接然的定理 更哪看冷落青秋节 以漆冷清苦的画面 加强了离别的愁绪 作者将离别之情 寄遇在秋天凄凉潇涩的景当中 接着 今宵酒醒何处 阳柳暗 小风残月 此去今年 因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作者想着今夜酒醒的时候 又在哪呢 应该是在杨柳暗 小风残月之中吧 更一步的推向 未来生活 由今宵想到了今年 推向良辰美景 形同虚设 即使有 那千般万种的温柔情意 又能向谁说呢 这里的良辰好景 属于客观的场景 但在这种多情人的眼中 因为主观的心理因素 将成为有万种风情的美好地方 因此作者才会说 即使有良辰美景 但因为已无人陪伴 无人诉说 这些良辰美景 以为虚设 留下了无穷无尽的丑思 好下篇 借由景来描写 宋别之情 王国为在人间词画中 曾说过 一切景欲皆情欲 我们来分析一下经典名句 杨柳暗 小风残月 是用此景 来表达什么情感呢 秋季的杨柳暗 给人潇洒 空旷的感觉 小风残月 则给人 七轻 极了 残缺 为寒的感受 此景 用以描写 作者心境的孤寂 失落 以及生涯的漂泊 好 最后 我们来通证一下 这一却词 本确词分成上下两片 上片描写 临别时的情景 下片主要描写 离别后的情景 再来 宋人论词 有雅俗之分 刘勇的词 一向被归为俗曲 玉玲玲 上片的指手 相看泪眼 等等的句子 相当浅静 离俗 静于秦楼 楚管的曲子 此外 词的下片 虚实相见 情感相生 却能与雅词相比 因此被称为 俗不商雅 雅不必俗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本支影片的重点回顾 第一点 我们介绍了刘勇 刘勇名三变 后改名勇 其精小音律 能自读新曲 受民间歌曲的影响 大量创作漫词 使诵词开创了 全新的风貌 关于刘勇词 内容及特色为 内容多写男女恋情 与积虑行义之作 且流步相当广 因此才有人称 凡有精髓隐处 极能歌流词 最后 关于雨淋淋 这却词 其分成上下两片 上片描写 临别时的情景 下片主要描写 离别后的情景 下一支影片 我们要介绍 星际集集集集作品 南箱子 记得点下支影片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